亚加达省政府的疫苗宣导工作正式展开 当天早上有19位有影响力的社会领袖率先接受疫苗注射 其中接种者包括亚加达卫生局局长 亚加达孔教理事会分会长 雅金军区司令部代表以及印尼医生协会秘书长 亚加达省长呼吁 疫苗接种者必须成为社会的典范 即使已经施打疫苗 也要遵守防疫措施 可以被选为第一阶段的疫苗接种者亚加达孔教理事会分会长莉莉安尼 他相信这个领域能阻止新冠病毒传播 因此他也呼吁民众不用害怕接种疫苗 当天亚加达警察局公共关系主管优斯利因出现血压较高症状而无法接种疫苗 因此他必须参与下一次的疫苗接种 疫苗接种者亚加达警察局公共关系主管医生华 区司令部代表的疫苗接种者亚加达警察局公共关系统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将分阶段在全国进行 第一阶段针对医护人员 第二阶段是公务员和弱势家庭的人 第三阶段对象是一般民众 商业界以及年长者 亚加达卫生局局长威迪亚杜蒂表示 目前使用的疫苗于2021年1月11号 已经获得印尼食品药品监管区 紧急使用许可和清真认证 在第一阶段的疫苗接种 亚加达省政府将负责为761万0198人 分阶段进行注射工作 大约新闻印尼报导 印尼总统佐科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